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是媒体的下属 但李局长却告诉他 这就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 而不是他母亲所记载的杀人案 和国会议员阿珠更没有关系 原来这个阿珠这么有权势 随后小美从警察局出来见到了华平 而华平从崔神父那儿得知 所有附身杀人案的时间点都与阿珠的活动时间点一致 他觉得阿珠肯定与普日图有关 小美更是告诉他 女高中生杀人案的嫌疑人正是阿珠 华平对阿珠的怀疑又加深了一步 接着 崔神父从教会系统了解到了相关信息 也对阿珠所在的分享之手这个组织产生了怀疑 便来到了阿珠的故乡的教堂找熊大神父 询问关于阿珠的事情 崔神父向熊大神父表示 自己怀疑阿珠是普日图的附身者 但熊大神父觉得应该不可能 因为阿珠经常来教堂做祷告 看起来很是虔诚 一个被恶魔附身的人怎么敢来教堂呢 而另一边 华平和小美来到了失踪女高中生小贤的家里 向她的家人了解情况 这一边 崔神父等在教堂的门口 想找一些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看到阿珠进了教堂 虔诚地做着祷告 于是崔神父等在门口 想等她出来再试探一下 可阿珠却应对如流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 另一边 华平和小美得知 曾经女高的一个保安曾说过 她曾见过阿珠与小贤见过面 但之后她又翻供了 最后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 于是两人前往精神病医院寻找这位保安老金 可无论小美怎么问她 她都不说话 只是在画画 华平走上前 竟然看到她是在画普日图 便询问她是怎么认识普日图的 此时老金停了下来 紧接着华平拿出了阿珠的照片给她看 结果她突然害怕的挣扎了起来 这让华平更加坚信阿珠就是普日图 第二天 小美回到了警局 又一次翻开了母亲的笔记本 看到上面有个电话号码 便拨打了过去 得知那是小贤高中时最好的朋友艾艾 便前去找她 而另一边 崔神父告诉华平昨天发生了一切 但华平想不通 熊二和阿珠有什么交集 普日图是怎么从熊二的身上转移到阿珠身上的 另一边 小美找到了艾艾开的小吃点 可艾得知她的来意后便赶紧躲了起来 这让小美很无奈 恰好华平给小美打电话 小美只好先行离开了 艾看小美走后就带上孩子回家了 可在等车的时候 艾心不在焉 差点让孩子走丢了 还好崔神父他们及时赶到 于是艾决定将自己当年看到的告诉他们 原来艾曾亲眼看到当初在学校是阿珠杀死了小贤 在他惶恐的跑到教学楼门口时 遇到了保安老金 当老金上楼查看完情况时 一脸惊恐的让艾赶紧离开 同时也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不知道老金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景象 但绝对不是普通杀人案那么简单 而之后艾也因为害怕没有报案 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 但后来一次 他向保安老金询问小钱的情况 但老金突然疯了一般掐着他的脖子 不让他再说起这件事 否则他们都会死的 因此艾到现在也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 第二天 华平和崔神父又来到了分享之手的活动现场 华平趁机试探阿珠 可阿珠也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接着崔神父将一个开过光的十字架送给阿珠 阿珠也坦然的接受了 华平和崔神父有些糊涂了 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雄大神父这时找到了两人 告诉他们 如果恶魔附身过久或者过于强大 可能会完全占据这个人的身体 那这个人就不再是个人了 而完全就是个恶魔 并且外表看起来和正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分 华平想起自己被附身和叔叔被附身的时候 右眼都是看不到的 因此觉得这是一个区分的办法 另一边 刺客的阿珠因为十字架的原因浑身难受 只是他拼命忍耐着才没有发作 听过这段后 他按发誓一定要将华平他们碎十万段 晚上小美接到了李局长的电话 得知关在精神病医院的老金逃跑了 他随后赶紧给精神病医院打电话 医院的人告诉他 就在他来探望过后 老金开始大喊大叫 嘴里一直说着艾爱的名字 小美担心艾爱有危险 便前去他的店里找他 艾爱的丈夫告诉他 刚才店里来了个奇怪的中年男人 不停地喝着水 而另一边 华平突然通灵看到了凶杀案的现场 这时 崔神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 老金可能与阿珠见过面 华平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就是艾的家 艾会有危险 随后三人赶到艾家后 看到的只有艾和老金冰冷的尸体 而艾的儿子郑太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华平愤怒了 想到自己儿时的遭遇 他对普日图恨之入骨 于是不顾崔神父的反对 想拿刀杀死阿珠 让普日图不能再伤害任何人 可阿珠是国会议员 杀掉他影响力太大了 可华平毫不在意 他找到阿珠 质问他是不是普日图 他的右眼是不是看不到东西 而阿珠却冷笑着挑衅华平 华平大怒拿出刀想杀了他 可就在这时 阿珠的保镖来了 将失控的华平带走关到了警察局 到底阿珠是不是幕后黑手 华平他们又将有什么样的遭遇 关注涛哥 我们下期继续解说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